看 看 越来越大了 太离土了 这是洛杉矶吗 全是冰雹 而且是小河里的 穿着就这样 刚才上课前 下好大雨 然后鞋和裤子都湿了 现在我开暖气 然后脱袜子 就是那个袜子和鞋都是湿的 套在里面很冷 好冷 回家了 老师今天说 下个星期 应该是下个星期 再下一个星期吧 然后下个星期是准备 开始就会给我们加一些情境 就有些类似台词之类的 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在上台之前 就完全的就是 他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把它放在车上啊 啊 放在手机上 放在电脑上啊 或者是去试着去打字啊 写出来啊 总之你想各种办法 把它给记 记在脑子里 然后到时候表演的话 即兴的表演 加上这种 迈子呢的 加上这个迈子呢的这个 呃 练习一起 有个场景 有个呃 故事 有台词 但是还是跟迈子呢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就不知道 就啊 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大家都很期待 有个同学问老师 他说 啊 如果跟一个就是 很棒的演员 他 跟他演戏的话 他会把他 就是帮助到他 把他给带 帮助他进入这个角色也好 或者说 啊 带他入戏也好 就非常棒嘛 但反过来就说 你跟一个没有经验 或者说是 不会演戏的 对手来演戏 你就会受他的影响 结果把你也就是影响的 就是演的不好 啊 这个问题其实 应该很多演员都会有 同样这样的问题 遇到的情况 然后老师就说 他说这个时候 其实你 我没有完全听得 完全懂啊 但我体会到的意思 是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这种时候你是 当然你作为演员 在现场拍摄现场的话 你的任务就是演好你的戏 啊 你不需要去指点别人 或者说评价别人的表演 啊 让我理解到的就是 当然他还说了很多啊 我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 啊 你 对方可能不在状态下 但是你要在状态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他不在状态下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他这个角色的某一个moment 是那个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他也拉回来 就比如说啊 你跟对方应该是两个人相互都很密切 这种感情啊 相互对视对方很有深情默默的这样对视着对方 那但对你发现对方没有这样做不到 他不敢指示你 那这个时候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在片子里面的关系是确定的 你们俩是相爱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让你来去使得他 哎 好像就可能他因为他演习没有经验 他很害羞 他不敢看你嘛 但是他是真的爱你 在角色里面他是爱你的 那你就要 就可能要就给他更多的关注 就是在盯着他看着他 然后很有耐心的去看着他 甚至你加一些台词以外的一些语言去使得他进入这个状态 你不爱我了吗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那是这样的 就是让他 哎 他一听到你这些话 你又不是在指导他 也不是在命令他 对吧 如果你是指导他 你应该看着我 你不应该这样不看我 你应该怎么怎么 这样的话可能带 把他也带入不进来 但是你通过你的话来去 把他给带进来 你怎么害羞了 看着我 就好像你是用这个角色来跟他对话 所以他可能就会 这个话天家很关心我 很体贴我 很自然对方就会看着你 然后等待你想要说什么 那你就看到这个状态进入对的时候 你就把就是把这个剧情该演绎的东西 你就演绎出来 他也跟你就连接连接起来了 对我想老师说的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也聊了就是老师也说了 不是你要的东西 然后很伤心 然后擦一下眼泪 然后再走出去 这样的指导的话 感觉这个导演很有想法 一切都设计想得很对 但是你这个是你的想法 而不是演员自然的呈现 其实你应该 这个导演应该说的就是说 你发现了个东西 最后要 就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不重要 你很失望 你离开了 然后具体他怎么去剪 他这个时间 他要花多长时间去蹲下去 然后怎么去反应 可能这个需要演员自己来去完成的 你告诉他 今天你的状态是什么 你今天发生 就是这个场景 这场戏的之前发生了什么 之后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干什么 就行了 然后具体就由演员来去 可能会带给你带来更多自然的 而且是没有那么 就不是那种表演出来的那种东西 对这是老师聊到的这些 所以的话导演 其实学导演做导演的来上下Mesner的课的话 也非常有必要 这样你会特别了解演员 或者说如何去演戏 那再接下来给你带来的就是你怎么去倒戏 因为你了解了演戏 了解了怎么去演 或者说你看到的 你体会到了 你肯定就倒戏 你也就会牛逼很多 后来的话就几位同学做了 这个Independent Independent Activity 其中一个同学做了一个表演 他在准备 然后后来老师再给他增加了一些细节 让他就这个事情就做得更具体的 就好像你把这个事情要想具体一点 它是多少钱的 就是你这个成功了 你会获得什么样的物质上的 然后精神上的 或者说有多难 各种什么时候跟谁 演给谁看 什么时候要多长时间 这些具体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是表演吃饼干 那个很搞笑 其实挺真实的 但是老师提了很多很具体的 就基本上打断了他的表演 然后就把一些要注意的再补充了一下 然后最后一个同学是 一个寒一的同学 他把真实的 他生活当中真实的一段故事 表现出来了 然后其实也蛮真实 也演得蛮好的 然后老师就接着就想要他 其实就是那个 independent activity部分的话 其实就不是太好 但基本上完成了 然后后来他沿着顺着他的情绪 去让他把同学叫上去扮演他的 他当时设定的情景的那个人物 然后让他去跟他去演说你该说的话 这个角色该说的话 也是很真实 其实这个就真的是让你去体会如何去 就是读懂你这个剧本 读懂你这个人物 然后怎么去读懂了之后 那后面的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台词都好棒 关于reputation 也说了一些更具体的就是 就是要抓住对方的这种behavior 说出他的behavior 然后就等于说要touch到他 就你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是很难touch到对方的 所以你要touch到对方的话 就会产生这种共鸣连接 然后有了这种共鸣连接的话 你俩的戏就好办了 ok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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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